回到第二節,其實銀魂最好笑的事情是很難說,難免都一定要劇透一點 其實已經劇透了很多 其實也是,但是你說,始終銀魂你說有些人覺得看點除了日常之外,吸引的地方往往就是 不知道等了幾一期,水閣阿貝斷斷斷續續不知說什麼的大友少爺一頓之後 總會有一些大場片出現 而大場片很多時候就是一些粉絲都會等的 因為你說一些散故事的,一集兩集半集那些,很難帶到一個很重心的東西出來 即是說一些比較親情的東西,認真的方面的東西,其實比較少的很多時候 但是甚至你說主線的推演也是比較少 很多時候就靠這些所謂的大場片去推出來的 即是譬如說一些比較早期的大場片,譬如說 神老爸,這個假髮經常帶歪了星海方主,宇宙最強 即是另外一個比較早的,就是這個比起薩古拉,即是做過電影版的紅影片 他也帶回高燦那班人的出場,即是鬼兵隊那些 其實他不同類型的大場片,雖然說是動畫,可能是四至六集 漫畫來說可能是十期左右 但是他很多時候有些主線的推演,或者一些人物的特別出場 即是一個重要人物,很多時候都會在那些位置出來的 當然你說他另外也會有些不算好像很重要,譬如說 坐牢那個Juxville,那個炸彈仔 即是好像Android的Logo 坐牢了幾個人,有幾萬人坐牢了 對,坐牢了很多次 那炸彈呢,那炸彈又有空又會出來 那哪怕好像跟主線沒有關鍵大場一點 他也會有些元素經常滲在一個本篇裡 例如Isabella Isabella 即是那個白色的 不是Isabella 不是Isabella 是有個大衛 即是有腳毛的話 是啊 有腳毛 不是這樣說 他應該這樣 是一個 他當你細了一關之後 那些人物會有繼承 會有成長 那他就有空出來交代他近況 那我覺得很正常的事 那是建卡的故事 世界觀的結構完整是看人物的 尤其是人物主導的故事 那很合理 我覺得是沒所謂的 那當然 你說他講了這麼久 大家有沒有一些比較印象深刻的大場編 其實大場編是很有趣的 你說是笑的位 他通常就是第一 一開始的時候 他的格局 他很典型的格局 就是什麼呢 特別以動畫而言 大場編的第一集 通常都是正常 你覺得是一邊笑 一邊笑 一邊笑 然後打後的二三集 就真的開始會有些 通常有些是戰鬥向的東西 就是你很零零四歲 看到銀時拿刀那些位 通常都是那些的 然後最後那集 一邊收工 然後最後那十分鐘 就在那裡說一些正真 正經的東西 這個是他一個比較固定的格局 譬如說 你拿回他很多時候 有一個中期開始碰到的吉原 那他後來在那裡說 有一個相關的主題 因為吉原 大家對於日本史的零食都知道 等於香港的布蘭加 那個年代有少許 就是一些花街柳巷 稱活八大胡同 那類的東西 如果他開了大場片 他在那裡玩一些緊 你會看到他拿一些 打了馬賽克的性玩具 說一些奇怪怪的東西 他會用那些來入題 然後他才可以說認真的 正經的東西 因為那集好像是說 月穎的師父 地雷、蜘蛛手 他後來才會說 當然你也會在那裡說 另一個特點就是 銀時 流了多少血 中了毒 他怎樣最後都會打贏 這個 這個無敵論是絕對可以在這裏 你很難看到他輸 你會看到他永遠都是苦戰 但是在他世界 其實戰鬥不太重要 你應該這樣說 他十話裡面才是一次戰鬥 就是大場片 其實他沒有什麼所謂 你又不可以否認 他那些戰鬥 有些是比很多所謂的戰鬥 戰鬥漫畫是好看的 因為他有做了一件事 有時候很多事情 他不是打戰鬥解決 可能後面位 前面已經有很多人做了事 至少銀時 他不是政府機構人員 又不是幕後勢力人士 可能政府做了很多事情 外星人做了很多事情 那些地方黑社會做了很多事情 他不知道 可能在中間最後串場 撿手就行了 可能打了兩場就搞定 這個完全是公將軍府那段 對 即是他賣尾而已 其實我不想走過來 我賣尾而已 其實前面發生什麼事 有人做了 不關事 他只是去打 不理會 這個也是他另一個特點 因為始終這套作品 他穿插了不同類型的機關 不同類型的人物 譬如你說 他有技術支援 把木刀改成可以噴醬油的大叔 原始皇 即是你下面有一個金光不壞 即是 綠角形螺絲批 對 改造的 另外也會有警察方面 你說爭選組 就是土方 近藤那些 可以說是歷史爭選組那些人 他也會說 天人有些惡暴勢力 例如最簡單 春雨那邊 那些宇宙海賊 本身是夜王鳳仙那邊 他不同類型的勢力 當然你不能忘記 例如高姆記丁死天王 人妖集團 這些 這些 他有不同的勢力 但問題就是 他什麼時候用呢 有些東西就是 他用到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原來又有得打的 很多時候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你不能忽略 就是 哪怕你說他漫畫也好 動畫也好 他那種打的分的鏡頭 或者動作演繹其實是 挺不錯的 你很難相信他作為一套 以一套純搞笑漫畫來看待 但是他本身跟底 技術跟底是挺好的 你看回其實作者的技術跟底 因為你有時候很糟糕 尤其是這些年輕人 一出來 笑完金 九不九八一個 有時候 最簡單是巨人 你一看 嘩不是吧 可不可以回去練一下 跟我畫 真的有得 那些 那些 你看到大靈短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照你去看 男還是女都分不到 那些 我一看已經 其實說真的 男還是女都分不到 不是火鳳療園嗎 那我又覺得 巨人大鑑點 如果講基礎技術 我真的覺得 我想說 簡先生老師其實很年輕 是嗎 二十幾 不關你的事 你們太寬容了 我看你好像想幫他開脫 我反而比較想說 他就算有一個人物 在那裡認識 差不多二十年 那媽媽可能是十幾二十幾 沒有出場的人物 做得出來 通常其他媽媽可能會犯博 作者不忘記前面做了什麼 再出來 那些設定會變 說定重徹 但是人物沒有這個問題 看那麼久 這個角色 就算有些年輕 可能是OPE出來 但是再出場 他不會繼承 他那些設定會不會變 他那些設定會不會變 我覺得他應該很讚 我也覺得 銀魂是 作者的能力表現 他教了這麼多人 他畫得很準確 很穩定 而你說故事 他起碼不會先脫掉 有時候你寫一寫 高橋劉美智也會出事 有時候我忘記自己寫什麼 對 然後自己繁博 做了一宗 暫時我訂了這麼多禮 還沒有出事 就是 這方面的劇情和技術都很穩定 這個我又覺得值得讚 他真是年輕的 他不會亂爆些東西出來 哇這個超級大忌 沒有這些 他來來去都是一把刀 不會有這些 最多就是快緩隊 有一個機械人出來 那個比人海拆戰隊 我都覺得他其實是看書不少 就是他有惡搞 是由舊的到新的 他都有 他很舊的 是啊 你見到他玩很舊的東西 即是他搞六幾年七幾年的動畫 是啊 他連Jacky Chan都玩 對比一下他 他的見識相當寬 我的意思是他不單會惡搞 漫畫動畫 現實世界也會惡搞 剛才那句話 他叫做法術遊戲 他進去公司搞人家遊戲 說現在的遊戲是否定 遊戲應該這樣做 其實是說他自己對現在的遊戲質素 發誓 其實是有見地 其實是譚明坊的扭曲也是這樣 還有之前很多NDS的遊戲 他又有我搞 其實他發誓 他對現在的時勢去看法 我等他去搞2DS 這個呢 其實是有一個搞笑版的雲堅獻子 說賭奸作 即是那類的 其實我是把我自己的看法 加我自己的生活 時事 什麼東西 拉下去 即是數碼生活頻道 即是變了拉雜 雜知識而已 你看看歐陽遇到什麼 咦我就寫下去 銀魂化了 原來銀事是我自己 我看一下那其中的 你應該要打鼓的術 你應該要糖尿病 不是 希望我是別的 我容易搞些 糖尿病一定要吃糖 好笑 我想他很好看就是這樣 但這樣又說真的 對女生來說有什麼好看呢 其實Janny 好笑 我想笑是不會分成別的 對 我也覺得是 但問題裏面的笑容比較大 有些比較大 熟悉一些男生 對 我反而覺得是很多很大的笑容 雖然他本身作者說 他想是女學生 例如說堅謙 說堅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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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早期 他的名字都沒有 即是他早期當時是 嫁定的那種 很多是美少女學生 就是這樣做 他不是想法 這個 我猜 他竟然這樣說 即是說 真的非常之好 立刻心情很慢 你覺得他很好笑 很好笑 而且他裡面是男性主導的笑話 反而我覺得對女生來說特別 尤其是很多下體六個零樂師的笑話 其實是適合女生看的 他那一次而已 不是很多 不是 我的意思不是這些 他是有一點紅色笑話的感覺 但他又不是很多 剛剛沒有尺度 我可以覺得他 但你不要說 他最好笑 他也會在劇中說 不要再玩一下 BDA會投訴的 我覺得他很 對女生來說 他覺得有趣的地方是甚麼 就是 其實他引發的笑話 其實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男性 起碼是男性角色 然後引發一些男性笑話 但女性又會覺得OK 對 他玩那個尺度玩得好 也不會說 玩色笑話 玩到很色的 你會變成下流 還有 有些漫畫 明顯是很後攻向 女生就很不喜歡看 最討厭的 但這個不會的 不是最討厭的 我完全沒有興趣去看 我又不知道 有些浮浮的都是這些 你覺得銀魂浮浮的 還是說甚麼 絕對不是浮浮的 絕對不是浮浮的 絕對不關那些 但銀魂有很多 類性向本 是啊 很多 很多 整天都是土方 這些一定有 土方 林時聰明 高插 高插 貴出高插 說真的 甚麼男性角色都會出符本 不一定 有些男角色符不起來就不要 符女眼光很高 有些符不起來 不能交叉就不能交叉 你應該放的 不敢說 對這方面相當沒有研究 這方面 我和你一樣 既沒有興趣 你有沒有研究 例如你想像 得多和大雄 那這些不可能 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些包袋裡面 拿些甚麼玩具來的 那大件事 相當多是適合搞的 相當多是適合作這方面發展 這個軟了 這些就過了農 銀魂的妙處 有微笑話 其實拿捏得挺好的 他剛剛到 基本上不會是 食屍獠人 你沒看過 他有時候會 他會不斷 不會是那種 你說食屍獠人 那種 還有 其實我覺得 他是帶了少少同人文化 因為他經常會惡搞 你想有沒有想過 他主題曲都會自己惡搞 自己主題曲 有一集 唱歌 全部粗口 不是不是不是唱歌 有時候他們拿著電單車 衝到他那裡 然後有一集的主題曲 突然他撞到牆 那這些 他自己惡搞自己 然後他又整個惡搞死神 有很多人 撞到牆 有誰都沒有 但他被拔修行半年 他真的很可拆 訓練 有一件事我另外挺欣賞 對一個我這些年紀的讀者 其實有一件好處 銀魂給我的最大好處 其實我不用跟著 其實 散故事 我看一點 就跳一點 跳到那裡 總之不是大故事的中間 就行了 大故事也沒所謂 大故事特別的 人物都是新出的 那倒是 其實我跳了之後 我可以回去 你只需要知道那3條 應該可以 因為他很適合在 特朗普這些雜誌裏面出的 你隔一輪 沒所謂 我那天經過報紙檔我就買了 買了 看完之後 過兩個月 不追兩個月 下個月 假倫有空追回 又可以 這個可以回去才重要 幸好這個回到我之前說的 那條大橋 我想一下 其實他不發展那條大橋更好 他搞了那條大橋 搞了搞了我錯了 錯了就慘了 他現在我一定不會了 這個我反而是其中一個 對我這些 看下不看下的讀者 就最好了 他原來有另外的問題 有些人可能會斟酌 就是他那種翻譯 因為其實 如果你用回他原本 有些人喜歡看動畫的原因 就是 因為新伯講很多東西 他套租是在鱸嘴爆漾 你看漫畫 就有很多字 所以 其實有些人 就很 不習慣 或者是 很不喜歡 很多字 的漫畫 我很喜歡 其實 我多喜歡看一大堆字 他很密的 密到旁邊 人物之外 空格滿了都是字 有時候 有時候 那些不算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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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就 有些人 就不喜歡 有些人 說真的 不過這個 抽遠一點 說 我覺得純以漫畫文化 其實你 給 voiceover 是OK的 你以漫畫裡面 大量的自然 做 voiceover 是OK的 反而有一件事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 如果你回去 就是 大堆字 就沒有問題 對很多 讀者 我相信他都OK的 反而有些 例如廣漫那種字 就是狗不答白 說完那種字 是什麼呢 它不是對白 它是形容一幅畫裡面的事 那個是技術的問題 或者是他形容 就是 報經文 先答兩步 再什麼 那個是源自什麼呢 是源自我們的武俠小說文化 而你把武俠小說裡面的形容 那個動作 寫了下去 兩個方格 它是媒體未完全轉化 那樣殘留 那你就變了 那個 那個藝術性 你就提升不了 因為你為什麼叫漫畫 漫畫就是要靠畫 表達動作 如果你的畫 表達不了動作 你就缺少了漫畫應有的東西 而你說 看銀魂 其實說真的 銀魂在表達動作 其實是做得挺好的 他所有動作 其實甚至乎 剛剛你弄的那兩下 他連出聲字 他不用的 他都少沒有 以我記憶就好像沒有什麼 總不會寫兩個風聲 有些爆風 你會看到有些風聲 但是他 用圖畫交代動作 你看到這些也是功底好的 他不同類型的打鬥 例如說 有些早期比較普通 刀刀劍劍 你後期他可能會跳來跳去 譬如剛才我們所說 打岳穎的師傅 他忍者 跟鳳仙打 他跟不同的對手 打他後期的 空間比較誇張 你不是很純粹 陸地戰的刀劍 他那種表現 都是做到出來的 所以他承繼回到動畫 可以套用分鏡 更加很流暢的動作 整個效果是很好的 這個是 所以你說 你剛才回到去 你問出很多字 是否有問題 如果那些字 是來自人說話 或者是外送法 我就覺得接受 而不是一些沒有需要的東西 那個內容其實相當 暴經雲限多兩步 那些就真的很大劑 早期的廣漫是好位多 當時你明白 那一年代武俠小說很流行 對 像小石一樣 只見暴經雲 手執一刀 揮裂鬼 畫面就是這樣 你把武俠小說 變成了 說真的 香港的廣漫 有一個大問題 就是把武俠小說插圖化 如果這樣說 馬榮成可能只是 我主要是先寫文字稿 然後才量度圖 反而日本漫畫 其實很早期沒有這些 你會看到銀魂這樣 銀魂是很有能力 在一個小畫面上交代所有事情 甚至乎 他是不是需要出很多跨頁 其實他都沒有 他沒有什麼跨頁 基本上沒有 純講技術層面 他很有能力 在很小的格數裡面 在很小的範圍裡面 交代很多事情 他可以一頁一個細項 還要直接多三格 三小格就是三個不同的動作 怎樣繼續連貫下去 對 這些我反而覺得 如果你說 他站在一個官場 有點像美曼的動作 但沒有他的聲音 普通分鏡 有點遲 美曼那種 也有點遲 但是 他太多聲音 對 美曼又不流行 就是加很多聲音 很奇怪 而他平衡流暢 你覺得很暢快 為什麼很暢快 他如果去到一些動作場面 其實他是兩三個圖交代完 交代完就好了 繼續說話 或者繼續搞笑 大狗要飛出來 你打飽了 大狗要飛出來 或者是他打得很快 其實也不能搞得久 他也是幾次就完 起碼不會先出絕招 或者是他的絕招要練 是不用練的 學 他也不想學 最怕是他不想學 這個也挺現實日本人的文化 搞了搞了 其實我們也不想打 但是承繼下來 另外一個就是 香港版 或者是香港買到的版本 就是用了一些 地道化的口語 你說的是TVB判音版 不是判日文 漫畫版 漫畫版的翻譯 經常都有這個問題 其實也不僅是銀魂 有時候有些廣東話是日文 有些人就很不喜歡 我很不喜歡 因為不是書面語 本身日文版 我沒有細心看 我猜他應該是書面語 因為日文漫畫其實很少口語 他那種書面語當然不是formal language 但因為日文版的漫畫其實很少寫口語 正常的漫畫那種語言 他不會變成好口語 譬如說 我經常都很討厭Wiki 為什麼有一個條目叫做粵語 就是那個Version 然後全部變成口語 我想拆一拆開 因為你剛剛講起 我今天看一份口供字 其實你知不知道現在警方用的口供字 全部都用了 即是口語寫什麼 即是真的寫你現在被檢控 是真的用現在的 這個有難度 首先 如果你幫他把口語變成書面語 把粒漫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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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條貿易 你說他覺得這個人 那中間流一些東西 我那時候不是這樣講的 現在就是賴 因為不是except wording的問題 不是我講的口供字的意思 不是他的手寫那些 是印好了那些 即是印好了 你應該是 譬如上面寫了被charge section 幾多字 這個問題 以前是 你現在被檢控 下面寫什麼罪行 現在全部不是 現在全部變成書後面 即是這是警察人水樽問題 不只是警察是這個問題 立法會的逐字紀錄其實也有這個問題 慢慢都有一些後遇 其實是很奇怪的 我想你可以這樣解釋 因為是逐字紀錄所以我要寫一個 不是 問題不是逐字紀錄 是原則的口語 是譬如我們做假設會議紀錄 你可能基本現在是日期時間 應該是討論事項 例如一二三 連討論事項 這些本身設定了的東西 即是形式沒有 形式已經變成了口語 不是手寫也不是打上去 而是印的那份形式已經是用了口語 我就是這樣想說這個 不是警察手寫 或者警察說完之後打上去那些 這個口語入文 尤其是廣東話慢慢取締書面語 其實是很恐怖的 尤其是漫畫你說得對 就是我那個年代 說真的 我們以前看的那些舊版的翻譯 其實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廣東話的 就算是香港做香港的翻譯員 基本上會譯出來一定是流暢的書面語 甚至反過來我小時候看的一些連環圖 即是水壺傳那類連環圖 是用文言文的 會會會 所以對我來說是很歪頭 因為我那時候看的那個版本是 我中學看的 但是又 還會傳在文言文的連環圖 變成了 已經是純口語的漫畫 是 我就很難接受到 所以我想 特別是銀雲這一類 它是很大量的對白 如果你變成大量的口語 你不喜歡口語 或者看不明白口語的人 是很辛苦的 因為如果現在這個版本的銀雲 我看的是香港版本 其實它是 有又不是想的 就是你看到那個翻譯員 它原本是寫書面語的 寫寫下脫了兩個 你見它基本上大體的結構 它都是寫書面語的 沒錯 它是寫書面語的 寫下寫下走脫了兩個 哎呀 那些就是哎呀了兩下 就是它是會走脫一大 哎呀可以是書面語 不是這個就不是的 我舉個例子 它不是這個 它會走脫了一點 變成了粵語人民 或者是廣東話人民 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現在新的漫畫翻譯的問題 要不你用回台灣那個 老實說我覺得台灣 台灣翻譯是挺好的 不如說說 我以前在我中學初中的時代 有一個很大的爭議 因為有一段時間 其實當時有本雜誌叫A Club 現在已經掛了很久了 沒有了 沒有了 掛了很久了 當時這本A Club的作者 其實水平也挺高的 其中一件 他們發起 或者他主張的 就是翻譯譯評 因為我們那時候 看的電視 那些翻譯 基本上是亂判的 尤其是名字 現在都是有這些爭論的 這個我是覺得很值得爭論 尤其是如果你是認真的翻譯 你不要說譯到底是漫畫、動畫 甚至是文學作品等等 什麼差事都好 其實你是斟酌那個 文學是不應該翻譯的 那沒有辦法都要譯的 大佬 你的意思是叫做 那我也要看小Sir春樹的大哥 叫做大空譯好 還是叫做智慧好 大智慧好 當時是發動了一個很大的爭論 例如很多人就很大的反應 就是一看到無線譯錯了 就呱呱叫 還有當時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騙假名 很多時候是騙假名拼音 就是很多人名 其實都是騙假名拼音 到底我用一個什麼的譯法 當時有一個說法 就是將它轉回英文 你查回英文 就是你轉回英文再譯一次 照計就應該可以 有沒有出現到 香港譯名和大陸譯名那種問題 有啊 現在也有 這樣就現在香港大陸也有大劑 就是碧琴就大劑 碧琴回到大陸 什麼漢堡 匯黑漢堡 真是 那你就很難看 你沒有了一個文字美金 都不知道誰 但是回到動漢堡 也有這個文字 就是Masa Tracet Masa 香港人就是以前的 反而你說動漢 我覺得 以我當時身處的那個世界 很多時候這些雜誌 就發動一些證明的計劃 例如起碼幫那些動畫人物 寫一個正確的譯名 他覺得正確 但是其實把尺 我相信 就是幫這個 伊莉莎白 起碼 為什麼他會變成伊莉莎白 是因為我把片架名 查回英文 那他那個二 是的 那個二 那時候 是不是類似叮當 要變成哆啦A夢 都挺是 挺是這種證明運動 但是 你如果 以這個名字而言 你的問題是 它是 那些對白 全然變了 當然 你說現在很多人 都看得明白口語 但是問題是 現在看得明白 你將來那幾年 你純粹沒看過 口語的人 在學校出來 那一套language教 突然間 你叫我看口語 它是完全看不明白 所以我 大問題就是 現在所謂口語 就是流行語 是可能用現在 我們明的詞彙 但是詞彙會會變的 即是很快 即是 將來有些新造的出來 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用些詞彙沒有了 這樣就聽明白 最update的 就是說 它牛頓字典 新加的一些潮語 那幾個堆字 是很多人都不懂的 我想除了Bitcoin 你們也有說過 之外其他人都看到什麼 是火星話 你完全是不會知道是什麼 所以我想 如果你說香港的翻譯 其中一個漫畫的翻譯出路 要不可以跟回台灣 也行 台灣還是相當不會 就像街椅子一樣 是 那沒有什麼 等於其實會也有個問題 例如當年這個 08年 口評那個 神明中文 潛水怕惡記 那個就大劑了 那個就是文化敗壞 問題是如果 你變成這樣 你怎樣去定義 你要是時人 你才知道 那一套口語是說什麼 那份paste paper其實很大劑 十年之後已經很大劑 整件事呆了 就是paste paper 什麼來的 只要你十年之後 拿那份paste paper 好像屈肌都沒有 已經很少人說屈肌 現在 那種口語慢慢都會改變 可能說了其他事情 甚至乎到時 人們打不打機都會成問題 我們不知道 就是我覺得 那時候他搓機 反而可能動漫 現在遇到的問題就是 香港漫畫的翻譯 如果我覺得 例如銀魂這裡我看到 就是其中一個比較好的出路 要不就是跟台灣 台灣 說真的 是進步了 我反而覺得是 即若譯的準確度 或者 始終它的校對比較認真 不只可以歸靠而已 例如你現在看尖端的那些書 說真的 真的 相當認真 初字都少了 你拿尖端的漫畫回去看 找一隻初字出來 都不知道多難 反而你說 看香港那些 你不要說香港是翻譯漫畫 甚至乎你找一份報紙 那些所謂的文化大報 你找一份信報出來 每天我都找到的 初字 每天都有 其實信報 甚至乎星島 還說入學校 升島 即是一個笑話 你記者 香港最教壞小孩的兩份大報 就是明報 和星島一報 因為他們每天都放入學校 而每天都有錯字 基本上是兩份都這麼嚴重的 South China 我就 英文差 我不敢多評論 但是我覺得它說流利度 現在的South China 都沒有我做仔 CNP其實是一般 其實我做仔的時候 看的South China 其實流利度 或者是英語的美感也好 現在沒有了 現在都沒有 寫的語言都不是那些 有些外國報紙 有些像什麼 現在的South China 你買回來 就像以前的Hong Kong Standard 我做仔的時候 那些Hong Kong Standard 那些語言 現在的Hong Kong Standard 就是小學生 我想是這樣 回來銀魂 尤其是內地 評為中國新一代最 叫做動畫 可以稱之為動畫的動畫 什麼 叫做十萬個冷笑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些沒有興趣 不要以為 其實呢 很偉大 我想知道那些十萬紅軍過大海 那些 它是大概一集五分鐘左右 五到十分鐘 其實是類似銀魂式 那種搞爛GAT式的動畫 然後其實我看過 是可以的 卡通走什麼套路呢 正經樣 正當樣 不是 就是怪了人出外表情 但是很可憐 都不是 她的表情 她的畫功OK 畫功OK 其實你知不知道 周傑倫有份配音 周傑倫是說 不出奇 不是不是 其實她一開始是一套 低成本的動畫 然後這套動畫 是播了第一集之後 是不斷地叫人家贊助她 就是賺贊了 後來是有很多賺贊助 後來周傑倫看了之後 覺得好看 然後就去幫她配其中一個角色 支持國產動畫 這個要回去看看 我真的沒看過 你真的沒看過 還有那些公仔 我還是問回那句 那些公仔走什麼向 什麼公仔的東西 就是正經樣 算是銀魂樣 銀魂樣 銀魂樣 這個興趣很大 我以為她一定是玩那些 迪士尼公仔樣 我想問銀魂樣 就是銀魂樣 哇 類似這一類 這個山寨銀魂品味 都不可以說山寨銀魂品味 我家裡是好笑的 你可以看一下銀魂樣 那些銀魂是短距 不過如果你這樣說 我的意思是 國產動畫裡面 他們開始有代表作 這個也叫代表作 算代表作 在國產動畫裡面 類似作品 我不會這樣稱呼 暫時沒有 但是看過才算 這個要先看一下 就叫做十萬個銀魂 因為在我心目中 其實中國動畫 都是單一套喜羊羊的 其實 不要喜羊 中國有很多很厲害的動畫 你會看的 是啊 我相信可能我真是孤陋寡民 其餘那些我真是很少看 老實說 是的 差不多 這個值得 值得大家可以 因為其實一集就五分鐘 大家看一看 不會浪費時間 這樣說真的 其實不是抄回來的 基本上我們建議大家看 如果我的立場就是 總之不是抄襪 我覺得什麼國家的動畫都值得看 它都是屬於走銀魂風 好 就這樣吧 山不山寨 我覺得其實很難這樣說 你看了才決定是否山寨 始終我還沒看 很難這樣說 如果你說銀魂 它可以開到那種風氣 因為其實它始終比較靈類 應該這麼說 十萬個冷笑 有些像日和 搞笑日和 是的 如果它開到那種風氣 其實某程度上都算 因為它有個徒弟 某程度上 Skip the dance 自己的動畫 那些 如果你說Drum 是來講 當時來說 甚至到現在來看 它都是一個奇葩 用這種存在 也維持了這麼久 質素都可以保持到 所以 真的未看過的人 應該要去看看 如果覺得漫畫 可能怕鑑於那個 香港粵語版本問題 或者是怎樣 放心 去看一看動畫 不笑的話 找歐陽 好 你找我吧 不要找我 好 你找我吧 這樣我也覺得 相當有信心 是好笑的 是好笑的 這個不用怕 尤其是對我們 這代來說 其實 如果你年紀大一點 還會更多 其實 任何人都會笑的 是 笑是世界的語言 還有 它的文化根底也夠 你發覺 這套漫畫 老實說 不會在 東亞 不會是韓國出現 不會是大陸出現 不會是香港出現 你身家要有這麼大口 你才可以找到這麼多 東西出來 惡搞 但它又不是一種 很拋書包放那些 靈色的東西 就是 它有時候 有些 冷滿一點的東西 但是 因為它一集裡面 它是有不同類型的靈蝦 那你怎麼都會中到一些 因為它不是不同的款 它是不同的類型 而且你起碼找到 例如我玩經典漫畫 起碼我也有足夠量的 就是經典漫畫 我可以玩龍珠 起碼其他自問 在香港 可能我要玩廣漫的 玩來玩去 可能只有幾半 這是其中一個兩點 今天差不多 大家記住 真的要回來 看看 如果沒有看過我 好 那麼出名 那麼出名 你一定有大家看的地方 好 那就講到這裡 拜拜 拜拜